一个人都应该去用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和看淡 那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呢 其实以亮医生呢 诶 金哥 诶 你可以把声音关一下 好了 因为不关声音的话杂音特别大 那么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讨论的就是关于 和李文亮医生有关 那么李文亮医生我们知道 他这一次成为了全民近人所知的一位人物的核心点 就是他曾经在自己的圈子里 发表了关于这一次疫情很严重 那么有一点像2003年的SARS 那么在发表了这样一个说法之后呢 他很快遭到了惩戒 那么在派出所或公安机关的这种 胁迫之下呢 他写了能中手以后不传谣 说关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所造成的损害 明白吗 他说他明白 能和明白构成了李文亮先生离开 或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词 而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中共在宣传方面呢 曾经讲过说像这样的人呢 是英雄 在此之前呢 中国的央视也曾经有专门的主持人呢 说呢 我们不信谣不传谣 对于这样传播谣言的人呢 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我们应该应该唾弃他 但是几天之后呢 就在昨天和前天呢 我们也看到呢 央视的新闻的媒体人呢 又站出来说呢 我们应该听李文亮先生 李文亮医生是多么的伟大 如何如何如何 而且呢 是同样的一番话 甚至在同一个摄影棚所录制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笑话呢 在中国时常的在发生着 这样一个自删嘴巴呢 也是中共经常在干的一件事情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这两天 有些新情况 很多的医院呢 要求自己的医护人员呢 不要传播 关于到底多少人确诊 到底病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呢 不容许去谈弄一切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有请江森德先生的 关于朋友进行讲解 我觉得这个情况啊 就是涉及到整个这个 我们这个人 就是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 叫做怎么说 我们说这个道德 也好 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一个社会 我们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叫做道德指标 一个是法律 但是永远这个道德 应该是在法律之上 因为这个法律啊 是人定的嘛 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个道德是大家就是天生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不是说通过谁教育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说 应该是说真话是对的 说假话不对的 不是说是谁啊 我们读了什么书 是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 不用 它不用谁教 我们天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道德和法律面前的 应该说这个道德应该是占上风的 就是说 好比是法律规定 这个不行 是那个不行 对吧 但就是做法律 做规定 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 一个所谓 他自己就犯 他犯了法 他自己是个坏坏人 这个时候是你怎么办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是说 包括人类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说这时候 你就要在正义要战 要战胜 你就要当一个吹哨人 就要揭露他们的 这个所谓叫做 这个秘密 是吧 揭露他们的坏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了很多 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电影 什么的 是吧 小说什么 都有很多这样的情节 就是说 他有一个所谓的英雄 就出来 就是揭露一个组织 是吧 或者是一个国家 他们的一个秘密 一个一个一个坏坏的事情 是吧 所以这样的人 虽然说你要从纪律上来讲 他肯定 他是坏的纪律 因为包括一个什么公司 公司啊 什么也好 他肯定是有规矩的 我们公司的内内部情况 是不允许对外对外说的 这个是公司 你要把这个公司的内部情况 你要泄露出去的话 肯定是违了归了 对吧 但是你违规 你是为了什么要违规 如果你要是出一个 就是说 就是所谓叫这个 正是正义的目的 我要是揭发他们坏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种违规行为啊 在全世界都是公认 这个是一个好的 这叫做英雄行为 所以我们这次看这个 李文亮 很多人说他 不应该说啊 你这个 按照这个所谓的 现在他们的这个 医院的规矩的话 医生你 就是不应该像 就是所谓这个传染病啊 你就不应该把这个情报 是公开出去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医院 他要隐瞒这个事情 对吧 如果你要觉得 这个时候 你要是公开出去的话 这个时候 反而就成了一个 就是说 被大家所认为是一种 叫做这个 叫做什么 就是占了这个 道德上的一个高地吧 是吧 你就是一个英雄人物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就是 如果一个社会 你要教育 大家是做李文亮这样的人 那样这样的一个社会 它是一个很健康的社会 如果你要教育 大家都是说 你就上门 上门如果是干了这个坏事 你就要替他 就是说隐瞒也好 你跟着他一起干坏事也好 如果你要教育人 去这么样做 那这个社会 肯定是一个很堕落的社会 因为 所以说 我们看一个好的 包括中国 那个古代社会 大家也没有从来 没有就是说 要教育大家 你要是个名者保身 什么 我们看着中国一些英雄人物 像什么 岳飞之类 他也不是那种 所谓叫做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吧 那个是 就是不关不关不关我的事 就是说 我就不说 对吧 就是说他根本就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中国 也失去一个道德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讲的 你要纪律 就没有人强调这个道德问题 这个 就是已经是非常不正常 我就说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说 他要就是说 就要制造一种 恐惧吧 是吧 就是让大家怕 你们 你们谁都不敢说话 但是呢 如果是大家把这个事情 是认为我应该做的 那么整个社会 我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非常大 所以现在我们说 现在中国是 这个社会已经道德沦丧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对吧 就没有人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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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人号召 你们像 李文亮学 没有对吧 英雄 英雄 英雄什么 你们都不要学 是吧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叫做 宣传也好 教育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种 不容许谈论疫情 那么我们知道 最近这几天呢 所有的中国的学者们 在大陆的也好 在整个世界的也好 都在提倡着一句话 言论自由是多么的正确 言论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与此同时呢 有一个言论的自由呢 才有一个资讯的宽广 而资讯呢 某种意义上的透明呢 是这一次疫情 最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与疫情进行 抗击也好 或者叫战胜疫情也好 当然这都是中共的话语 那么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又突然之间 内部很多医院 那么我们相信呢 他们也是接受到 党的安排 又开始这样转移 是否这一次 李文亮先生的 去世或者是离开 没有敲刑中国人 还是没有敲刑 中国共产党呢 民众们是否会 继续为自己的知情权 以及自己的言论的自由 而去奋斗呢 我是想确实 刚才您说的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 就是敲醒了民众 还是敲醒了共产党的问题 是吧 我就觉得这里头 其实共产党的问题呢 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民众啊 是我觉得啊 他呢 对这个西方这个民主啊 这个东西啊 不是那么 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民主的 这个渴望也好 是吧 他们那个诉求也好 不是那么强 不是特别的强烈 但是说呢 中国人他有一个 就是从古代 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皇帝 就是希望有一个开明专制 对吧 他们是希望 就是什么是 就是什么叫好的皇帝 好的皇帝 就是要给大家 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对吧 比如他 比如说 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点 这个典型的话 就像以前这个 就是港英时代 这个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呢 肯定是没有民主的 那个总是 总都是英国人派过来的 根本不是 像他香港人选的 对吧 他们没有选几权 但是呢 香港人 他们是有相当程度的 言论自由 对吧 那时候香港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中国人 虽然说 他不一定想要 民主 但是这个言论自由 是中国人 一直想要的 这个东西 所以说 很多人 他是现在说 我们要言论自由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是要 这个民主 他是可能是想要 一个开明专制下的 一个言论自由 但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言论自由 我就是现在 中国社会 他不是走向一个 不是说 走向民主的问题 连开明专制的方向 他都不是走 是走一个相反 一个独裁专制的方向 连就是如果你要往 开明专制的方向走 很多中国人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呢 你就不要说民主了 对吧 你连这个开明专制水平 都达不到 所以他这一次的 所谓的 大家的一个反反弹 或者愤怒啊 他不光是那些民主人 人士 包括很多那些 他们也是拥护共产党的 他们希望共产党 成为一个开明专制的党 不是希望共产党 成为现在这样的 就是说非常的 连一点点 这个言论自由都没有 他们还希望 对共产党开明专制之后 给大家一定的言论自由 就像那个时候 蒋经国啊 什么是吧 相对而言 他们还是希望这样 但是现在连这些人 都来反对这个北京了 所以说这一次 他已经他引起一种公愤啊 就不单单是 就是说这个 我就说他不光是 以前是这个 就是单就要想要 民主这个民主的人 他还有一批人 他们虽然不想要民主 但是言论自由 也是他们想要要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更加就是说 这个是支持的层的 或者说就是对 是对这个李文亮事件 这个整个这个支持的 这个层 就是层面吧 应该比以前要大得多 我是这么看 谢谢 谢谢 我们有一位网友要发言 叫Larry Larry请讲 你好 马先生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很清晰 您请讲 我是这么想的 就关于这个李医生这个事 我觉得吧 他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吹哨人 他是死后 就去世以后 是被英雄的一种状态 属于一种被英雄的 你打个比方说 他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的去公开 那么如果这个事 我一直在想 这个事 如果放在我自己身上 我会不会去对我的亲朋好友公开呢 肯定会 肯定会 所以呢 他只是站在一个 他对自己亲朋好友 负责的一个角度上 他去 他去公开了这件事情 那你严格意义上 他并不是一个吹哨人 那么我们换句话来说 现在这种情况 其他医院 跟其他的一些医护工作者 禁止他们去公开这件事情 那么很容易啊 他们不在网上公开啊 他们私底下 跟亲朋好友公开 这个要算不算呢 如果说你是对于 自己的亲朋好友 去负责的情况下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医务工作者 他都会去这么做的 也并不是说 国内有很多人 他像这位嘉宾说的一样 他需要的也是一个言论自由 现在其实是很多人 都接受这个党国的教育 他们的教育 已经是被洗脑得非常通测的 这个言论自由 跟他们自身利益 还有他们所认为的国家 稳定的这种大局情况下 他们会做一个选择 那么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不会公开发表言论 第二个 我又对我的亲朋好友负责 我会说出真相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 比较矛盾的一个过程的 这是我的一个见解 谢谢 谢谢这位网友的发言 我看还有其他的网友也要发言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愿意发言 有一位叫殷的一位网友说呢 他认为的李文亮呢 就是一个吹哨者 当然他并不 当然我们也知道 李文亮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 传统所说他是英雄的话 其实中国并不需要英雄 就需要的是平凡的人们 都能够做出来一些 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李文亮医生呢 也只是做了一个 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所讲 他就是做了一个 自己内部要通知给自己家人 周围的人的一个 最基本基本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像这样的人 明镇欢迎订阅 明镇匀